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仍然是百分之百 而且没有明显的库存问题的压力 所以这个时候就要来理解了 会不会正由于台积电最大的客户 苹果在手机销量的亮眼 有可能让台积电的库存不会爆表呢 所以我们今天从iPhone14聊到苹果的财报 再来从苹果聊到国际指数的格局 最终再来从苹果最后延续到台湾的iPhone供应链 本身所能产生的推波阻软的效果 我们先来观察一下 苹果这一次我们从图表上观察到 其实iPhone的收入占比已经不如以往这么多了 其实现在在苹果的主要收入当中 iPhone的营收已经从18年的6成下滑到接近5成了 那目前谁夺失了苹果手机主要的份额呢 其实主要来源是来自于服务产品 什么是服务产品呢 也就是我们常常看到的App Store里头的这些软体服务 这一项服务的目前的营收占比是正在大幅度的扩增当中 那当然穿戴装置我们讲的AirPods或者Apple Watch也有明显的提升 但是像是Mac或者iPad 这些非常明显的硬体设备反而是在缩小当中的 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所看到整个苹果的营收格局 正在往软体化来做发展 其实每一次库存周期的调整受到冲击最大的往往是硬体股 所以各位就可以理解 为什么像是一些软体股像是Google或者Amazon 这些股票好像所受到的冲击 并不像是费城半导体指数当中的晶片股 来的压力如此巨大 原因就在于软体哪有什么库存的问题 但是晶片股有啊 手机也有啊 今年卖不掉 明年也不一定卖得掉 因为明年就要换季了 就有明显的换季潮 所以在这种状态底下的话 我们就要理解 苹果其实正在内部营收结构调整上 有非常显著的效果 我们从iPhone的手机的销量 以及营收占比来做观察 各位可以明显感觉到 其实苹果在过去几年的营收 主要来源 它的旺季是属于每年的第一季 以及第四季 那现在来看 现在由于在过去几年 苹果其实陷入到非常明显跟陆系手机品牌的竞争 所以其实在18年19年20年 本身的销量并没有特别的亮丽 而且它都有那种明显增长动能逐渐饱和的迹象在 可是我们观察软体营收 几乎是每个季度都在创高 所以各位可以理解 很快按照这种速度 苹果在未来五年到十年内 可能就会逐步的转化成丸体股 而并不是以硬体股作为主要营收来源 当然我们要先有一个中长期的思维和短期的对照 那就是短期内 我们肯定还是要看一下苹果手机的销量 但是中长期 我们则是要看它内部营收体质的转变 其实越往软体股来靠近 这种库存冲击的循环其实也就来得越小 我们先来观察一下 其实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苹果的手机销量 尤其从今年的配货量也没有明显的减少 我们来观察一下 苹果iPhone14今年的备货量是8500万只 可是在2014年的时候 当时的备货量是1000万只 那在15年16年17年18年 随着陆续手机竞争的介入 当时的华为 小米 OPPO Vivo 开始介入之后 其实全球的手机 已经逐步的进入了鸿海市场 大家做一个明显白热化的竞争 可是在2020年之后 转捩点就出现了 为什么 因为在iPhone12进行推出的时候 华为已经正式的被剃出 先进制程晶片相关的名单 也就是说 中国最大的手机品牌 在此时受到了明显技术的前置 所以反而是iPhone13 iPhone14 在21年 22年 反而在市战率上 又有明显的扩大 那今年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我们看到 22年的备货量是8500万只 21年也是8500万只 也就是说 公表去年 去年如果手机销量 表现得不错 那有很大程度是取决于疫情 对不对 大家都在家上班上课 那当然要买新的电脑 要买新的手机 可是今年不止疫情的冲击 已经没这么大 还包含着一件事情 那就是今年是刚好的景气下行周期 所以我们来观察一下 苹果在各地区的营收 其实都有非常明显显著的下滑 尤其在中国市场 中国市场是受到 今年上半年的景气走皮 和封城的影响 下降的速度来得最快 那美国虽然在今年一二季 还有微幅的成长 可是在欧洲市场的冲击底下 其实今年苹果来看是困难重重的 而且今年的销量 照来讲要跟去年一样 才不会有库存过剩的风险 所以今年我们要这样讲了 苹果能不能熬过本轮的下行周期 它其实就来自于 能不能在市战的扩大 来抵挡得住景气的下行 如果市战能够持续的碾压 陆系品牌或者三星的话 也许是有这个机会的啦 当然我们还是要从最实观的宏观数据 来做一些观察 这张图表是美国苹果公司 目前的库存周转天数 以及库存金额 黑色柱状体是库存的总金额 DOI是库存的周转天数 也就是多久可以把手上的库存 完全的销售殆尽 那我们可以观察到 目前的不管是库存金额 还是库存周转天数 仍然没有来到18年 第二季到第三季的水平 也就是说苹果目前的库存情况 其实并不如其他的这些 半导体厂或者晶片厂 来得如此之剧烈 照理来讲 我们在进行供应链传导的同时 都会有几个方向 首先是我们明显的零售业 比如说沃尔玛 加德宝 这些零售业库存报表之后 他们就会下单告诉 这些手机品牌商 不要再进货了 所以这个时候三星手机 它的库存就会持续的飙高 而当这些手机品牌商也飙高之后 它就会影响到上游的这些晶片厂 这些英特尔超微 或者台积电 开始明显的库存水位的上升 那现在有趣的事情是 苹果库存还没有创新高 但是英特尔超微灰达 都已经创了历史新高 这足以证明就是苹果 去年的iPhone 13 一直到今年第三季以前 其实销售的成绩都还算是不错的 所以我们也可以与此来推估 至少在iPhone 14 销售成绩 它的库存问题 应该不会像三星 或者其他的手机品牌商来得严重 那如果是回顾为台湾的苹果供应链呢 我们观察一下 台湾的iPhone供应链 在过去三年的平均大概是 周转天数是60天 现在是77天 的确算是飙高了不少 很多的零组件现在有库存过高的疑郁 也创了历史新高 可是相对于其他的PC股 我们看像是华硕的部分 华硕过去的 库存周转天数是100天 现在是150天 足足多了1分之一 所以iPhone供应链从60天上扬到77天 其实并没有想象中还要来得剧烈 我们观察到嘛 你像是华硕 你像是宏基 像是微星 像是联想 像是戴耳 像是惠普 其实这个库存周期的大幅上升的天数 都比目前的iPhone供应链 还要来得相对严重 所以在这种状态底下 我反而会觉得 其实在整个苹果供应链的角度 仍然优于其他的PC股 相关的供应链水平 这个是我的观察 好 那最终我们就要聊回来 整个台积电的问题了 因为我们都很清楚 基本上苹果应该讲台积电最大的客户 其实就是苹果 虽然台积电它有不少的营收来源来自于高阶运算 来自于辉达超微 这些本身库存有过高的疑虑 但有没有可能由于苹果本身的库存的良好 而让台积电可能在本坡的下行格局 真的不会释放明显的利空呢 其实我们也可以观察到 我认为今年能够熬过景气下行的 机率还算是蛮高的 也就是说台积电其实到目前为止没有释放任何明显的利空讯息 很有可能是因为台积电在我们最近看到 这个客户的交付款上 它有明显的交付周期天数减少的迹象 也就代表着 其实台积电应该是有感受到 目前几大客户有陆续转单或者停止下单的迹象 那么如果它要停止下单的话 台积电很有可能就会让这些停止下单的客户 在明年的制程要排在时间线比较后面 但是这些客户又为了以防景气下行可能很快结束 它又不敢这么快的砍单 这就导致了反而台积电会要求减少它的付款的交付的天数 这导致了现在来看台积电的现金流 预估在第三季到第四季 会有比较明显的一个上扬趋势 其实Granpil可以看得很明显 我们从图表上来进行观察会发现 其实全台湾目前的库存周转天数 都有明显上扬的趋势 可是你看到像是目前的ODM厂 目前的上扬趋势比较没有这么快 很大程度是取决于现在在中国大陆 可能在过去一段时间有部分的风控措施 所导致可能它的库存没有这么的剧烈 当然了这个生产的少 它也不是一件完全的好事的 只能说它目前当前的库存情况 并没有明显爆仓的疑虑 那当然如果我们观察到实体资本支出的变化 其实就可以理解了 台积电在23年的资本支出 可能会有适度的下缓 但是这并不代表台积电本身 在先进制程上的领先 有任何松动的迹象 反倒是我认为在跟美系供应链持续合作的框架底下 台积电已经逐步的回到一个相对便宜的周期水位 我们来观察一下张图表 是台积电的本益比合流图 那基本上最底下那条紫色线是15倍的本益比水平 那么红色线的话是来到30倍的本益比水平 的确在2020年末到2021年 台积电的本益比水平曾经被推高不少 但是现在要逐渐往15倍的激起来靠近 它也是难得一见的低点了 老实说要两到三年才能够看到台积电有如此便宜的价位 所以基本上现在对于台积电本益比 仍然产生的比较怀疑的态度的一个主要原因 基本上我们可以把它认定为 对于明年EPS预测的不同 为什么明明本益比不管是美股还是台积电 都已经来到一个相对低基期的水位 但是很多投行仍然抱持对悲观的角度 就来自于对于EPS预判的不同 本益比来自于股价去除以美股盈于EPS的变化 那么股价现在是确定的 但是EPS作为前瞻的本益比 它要用12个月之后的EPS来进行预判 那有些投行认为台积电能够稳健发展 那稳健发展状态底下 本益比当然就低了 但是有些投行把明年台积电的EPS 调降非常多 这就导致目前本益比过高的疑虑 所以完全取决于 现在你想不想买 完全取决于未来12个月之后 台积电的盈利还会不会持续增加 如果台积电的盈利 它没有下缓 保持现在的水平 那现在也是低基期 所以除非明年台积电EPS严重下滑 要不然现在应该就是属于中长期的低基汽水位 其实我们还是可以理解在整个全球供应链的水平底下 基本上我们不会说现在在中国供应链的竞争力威胁有多大 基本上我们在未来两年到三年 第一个是关注于台积电本身在资本支出的领先 第二点其实也不是中国的问题 而是来自于美国竞争压力的扩大 我们来观察一张图表 这张图表是美国目前和日本 在设备制造具有的专利和领先地位的多寡 我们看到的红色这个柱状体 表述的是中国拥有比较明显专利技术的 其实仅仅只有在封测 那我们看到的蓝色区块 包括曝光机晶圆设备 或者是研磨测试服务等等 基本上美国的专利技术是来得最多的 也就是说在整个半导体市场当中 根本就没有什么亲中或者亲美的问题 因为所有的专利技术 基本上普遍都拥有在美国和日本手中 而如果你想要使用这些专利技术的话 基本上一定是选择跟美方来进行合作的 所以我们观察到右上角这张图表 台湾的先进制成产能 现在在2022年今年是7成8韩国是2成1 中国是不到1个percent 但是在2025年台湾的先进制成的产能 就会从全球的市占7成8下滑到6成9 而韩国的部分则是从2成1下滑到1成8 那多出来的这些产能是谁呢 是中国吗 哪种吗 并不是 而是美国预估会上升12个percent 那么包括台湾在晶圆代工的产能 现在再加上成熟制成的话 全球大概占4成7 25年会欲污下滑到4成3 那中国的部分反而就会增长了 因为中国的成熟制成的产能 目前是拥有部分的技术的 所以我们可以做一个比较直观和宏观的解读 那就是整个半导体未来的竞争 台湾最大的对手 已经不是中国红色供应链成熟制成的问题 而完全是取决于美国美方供应链的一个状态 所以在这种状态底下 我反而会觉得研究资本支出的领先 反而是更为重要的 其实各位也可以看得很清楚 就算有很多投行看快台积电 它的基本上对于目前台积电的目标价 仍然是远远高于目前的市价水平的 我们来观察一下 现在外资对于台积电目标价最乐观的 算是卖隔离 目标价是839块 瑞银是815块 摩根士坦利就算这种看空的投行 都有780块 加上大家对于23年的EPS展望 最低最低大概都有35块了 你用35块去对照现在的本益比 我们算个17倍 中间水位好了 基本上都有550到600块左右 算是一个相对最基本的价格 也就是说台积电目前我们看到股价明显的破底 或者比较承受明显的系统性卖压 其实更大的程度 并不来源于市场对于明年台积电EPS的下滑 即更大程度取决于短期情绪的沙盘 这个是我的观察了 当然每个人看的尺度不同 也会研究对于股市的判断不同 如果你尺度看的是够长的话 用一个中长期的宏观格局来看待 那你要进行资金的部件 当然是要选择在熊市 在左侧 激其大幅下滑的时候进行买入 因为过去股市 尤其是美国股市有一个惯性 底底高 每一次的熊市沙盘 都会比前一波的熊市 还要来的点位来的高 就像是今年的熊市 可能很难跌到2020年3月份的水准 2020年3月份的跌势 可能很难回到18年年底的水准 18年年底的跌势 可能很难回到15年年底的水平 15年的跌势 可能很难回到2011年的水平 这一条底底高的水平 就会造就于 你中长期每一次买的成本价 它都是三到四年的循环的低点 但是如果你看的尺度是很短的 就会认为 现在买短期内被套牢的几率很高 那就无法接受 这个时候你就会选择 等到牛市中确定之后 再来进行资本的回头 但是过去的历史经验 往往一次熊市 可以把过去 可能两年到三年的 牛市的周期涨幅给吃掉 所以这完全取决于 你用什么样的尺度 用什么样的长远的格局来观察 三分钟可以很长 三年也可以很短 纯粹看待这个市场的周期的方式 那今天节目到这边了 我们主要是从苹果的营收的供应情况 一直对照到宏观的格局 最后再来对照到台积电的变化 其实苹果在未来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领先指标 因为我们之所以看到 废半现在跌这么熊 但是标普感觉 好像还在熊市边缘 有一个最直观的原因 那就是标普最大的成分股是苹果 但是废半并不包含苹果 而苹果作为全职股 它的股价在过去半年当中 它又是比较强势的 所以在这种状态底下 研究苹果 研究台积电 研究目前的周期 就形成了我们现在 在一个景气转折点的一个重要的方向 也提供给投资朋友 作为一些观察和借鉴 如果喜欢我们节目 记得订阅我们金方里频道 按赞加分享 也可以多多参考 我在早晨上所进行的直播 搜寻邮听号的财经号角 就可以来进行收看 也提供给大家 作为一些参考和借鉴 我们就下一期财经号角 再相见 拜拜